凭管他的爷爷年入30亿 而且自己更是个运动剑匠 武林高手 却无法阻止自己成为凶手的目标 最终惨遭杀害 在风华正茂的25岁至35岁的年轻人 心中爱丽莎弗莱彻的故事 将无疑引起一阵强烈的震撼波 爱丽莎在1987年11月9日 出生在比斯利和阿代尔沃德夫的怀抱里 她的成长背景 可以说是比大多数人都要幸运的多 她的爷爷是批发硬件业 巨头的开创者 年收入高达30亿美元 久了这样的经济支持 爱丽莎可以肆无忌惮地追寻起的梦想 爱丽莎的教育之路充满色彩 她在2006年毕业于哈欽森学校 随后步入了贝里大学 勇夺运动科学学士学位 太后她在贝尔蒙特大学继续深造 取得教育硕士的浓郁 从校园走向社会 她开始在内申维尔的Promise Academy 指导孩子们 还担任足球教练 2021年 她转战至孟菲斯的 玛丽史诗斯科普尔学校 在爱丽莎的生活中 跑步不仅是一种顿链 还几乎成了她的信仰 每一天 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 她都坚持在清晨的微光中奔跑 哪怕是在假日 她的脚步也从未停歇 在她结识未来的丈夫 理查德弗莱车后 两人一同在晨跑的道路上 留下了坚定的足迹 他们在2014年3月8日成婚 此后不久 这对幸福的夫妇 迎来了两个新生命 在2019年 爱丽莎的奔跑之路上 迎来了一次重大的挑战 她参加了圣游大马拉松 并以3小时26分9秒的成绩 冲过终点线 这一成绩让她在女性选手中 美列第二十二也为她赢得了参加波士顿马拉松的资格 然而在这个美丽的城市中 除了音乐和美食 还有高犯罪率 在这里 每40个人中就有意愿可能成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 2022年9月2日 爱丽莎像往常一样 在清晨4点20分离开家 开始她的晨跑 她的跑步路线非常熟悉 从中央大道和贝尔街出发 经过扎克克林街 再回到贝尔街 全程大约8.2英里 然而就在她行至孟菲斯大学校园附近的交叉口时 一件不寻常的事件发生了 多年来 爱丽莎无数次走过这条路 她身体健康 自我防卫能力强 从未感到过恐惧 但命运的捉弄让她没有预料到 一辆GMC车V会悄无声息地跟踪她 车内坐着篮子 对她产生了不良的企图 那个男人在车上注意到了 孤独慢跑的爱丽莎 仿佛猎人盯着猎物一般 她跟随了一段时间 然后简单地观察着她 爱丽莎保持着稳定的步伐 但那个男人却心怀鬼胎 追踪在前方等待她 到爱丽莎靠近那辆车时 那个男人突然跳出来 试图将她强行脱落夫驾驶座 幸运的是 爱丽莎有自卫技能 她奋力反抗 甚至在打斗中 让那男人留下了凉鞋和她的手机 但不幸的是 最终她和丽莎强行塞入了副驾驶座 而是爱丽莎被塞电车里 她的挣扎并未就此结束 他们在车内继续挣扎了四分钟 直到那个男人开车离开 接下来的几小时里 爱丽莎经历了她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早上6点45分 有人在爱丽莎失踪地点附近的地面上 发现了她的手机 以及一双属于攻击者的凉鞋 一位路过的骑车者 检查并确认了这些物品的主人 随后将他们还给了爱丽莎的家人 家人的心情无法用言语形容 爱丽莎的丈夫理查德 在发现爱妻消失三小时后 怀着一颗焦急的心抱了警 被理查德对爱丽莎的了解 如同场门般清晰 她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在户外消磨时间 她的知觉没错 就在手机和凉鞋 送往爱丽莎家人前 调查就已经展开 在这起案件中 爱丽莎的丈夫最先成为了警方关注的焦点 尽管没有动机显现 但不可否认许多绑架和谋害案的幕后黑手 往往是受害者的配友 或是熟悉的人 警方的禁止调查了爱丽莎的车辆 并对他们的家进行了搜查 爱丽莎并不是田纳西州 失踪女性的统计数字 她是一位财富雄厚的商界巨头的孙女 不论对错 这样的架势总能引起警方更多的关注 警方的调查正在全力进行 家人已经与警方进行了接触 并提供了所掌握的所有信息 最重要的是 家人也以悬赏 对能提供有助于她平安归来的信息 高达五百万的奖金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紧急时刻 破案的关键可能就隐藏在那双 遗落在爱丽莎身边的品牌凉鞋内 从凉鞋上提取的Diana证据 将矛头直指一名名叫克里·阿布斯顿 亨德森的人物 她是一位职业罪犯 刚刚结束了长达二十年的绑架罪刑期 特立的犯罪历史 可以追溯到她 仅11岁的 1995年6月 由于一宗价值不足五百美元的小偷小摸 被起诉 死后她的罪行接连不断 从偷窃 弱实盗窃 到严重攻击 逃避逮捕 甚至是性侵罪 她的恶行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愈发猖狂 最终在2000年 因绑架大卫·坎培尔 被探除了二十年的钟情 2021年出狱后不久 克里几乎又干了同样的勾当 她因绑架和侵犯爱丽西亚·弗兰克林 而被起诉 这是她通过一个约会应用认识的女性 麦丽西亚声称 在爱丽莎失踪的前一年 她几乎遭到了同样手法的攻击 但是由于DNA测试结果的延误 克里一直逍遥法外 为了警方通过监控录像 发现了克里的罪证 警方追踪了她的手机 发现了她在9月2日的行踪 并在她家附近 找到了她正试图用地板清洁剂 消除痕迹的车辆 克里的兄弟马里奥透露 她甚至在家中的水槽里洗衣服 当警察上门时 克里正是图逃跑 但很快就被制服 检查车链后 警方找到了证明 爱丽莎在车内遭受证伤的证据 9月5日下午5点07分 孟菲斯警察局在维克托街 1600号街区后面的 一栋公职服饰公寓里 发现了一具人体遗骸 进一步的法医调查 确认遗体正是爱丽莎佛莱彻 克里被警方指控犯有一级谋害 实施一级谋害和绑架 特别严重的绑架和篡改证据 明白 克里还因其他无关的罪行 其中包括身份盗窃 盗窃财产和信用卡欺诈被起诉 据警方调查所知 爱丽莎在那个清晨与袭击者的搏斗中 可能遭受了腿部的撞击 她在被注射芬太尼病遭受致命头部打击后 生命轨迹戛然而止 袭击者冷酷无情地扣动了扳机 结束了一切 至于克里为何要去谋害一个毫无戒备的袍者 这个答案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克莱亚布斯顿亨德森的审判 尚未开始 但其审判前的准备已经在进行中 她现被拘押超过一年 保时金定在220万美元 审判日期却一再推迟 尽管她后来摒弃了公共辩护人 但她的案子仍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在这个案件的报道中 虽然审判尚未结束 但由于有激验的证据和闭路电视的记录 案件似乎已有明确的方向 如今等待的只是法庭的最终判决 普遍的看法是 克莉至少是无期徒刑 甚至可能会被判处急刑 在这个案件中 我们学到的教训是 无论身在何处都不能对危险掉以轻心 就算你有一个年入30亿的爷爷 这也无法阻止你成为凶手的目标